有請我的大學同學,十四豪主委 請,十四豪主委 同學好 抱歉,同學又跟你叫起來 有些事情要跟你請教 他講到這個像NCC 都是獨立機關 他很尊重這個新聞自由,不加以干涉 不過他講了一句話,他說 不希望國內的媒體成為一言堂 馬總統也講這句話 主委,您認為就一傳美的併購案 旺中集團來併購一傳美 馬英九總統講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跟委員報告,其實我也沒有辦法去猜渡 馬總統的心理想什麼 但就發言內容來說 在民主憲政國家裡頭 都會有同樣的做法 那你是覺得馬總統講話 言辭不清,語意不清 就他表示出來的部分 跟民主憲政國家是一樣的 都不希望在國內只有一個媒體 然後呢,一個聲音 那這個是所有民主憲政國家都不會接受的結果 所以很清楚 就是他不希望國內的媒體成為一言堂 那麼旺中併過這個一傳媒 那很顯然 我們現在國內的媒體 大概就是一言堂 而且是一中言論的天堂 委員確實妙解 所以我們在這裡是不是 要特別的在根據您的專業 來加以這個準博 本會呢 一定會根據所有作用法的要求 根據所有的委員的專業 我們在充分行使審議跟合議的結果之後 我們一定會做合法的決定 好,那麼第二個問題 是 這個 旺中併過這個中家 在您的前任的主委的時候呢 那時候是 附加條件 是 來加以這個許可 那這個行政處分 現在 這個旺中集團好像有提起行政訴訟 對 那現在行政訴訟的 進度 如何 目前呢 還是在 這個 開庭審議當中 那我們也有幾次 延遲辯論的機會 但目前呢 這個案子還沒有 還沒有定案 那他提起行政訴訟 是 撤銷訴訟還是 確認訴訟 跟我們報告 他的訴之聲明呢 非常的繁複 有多項主張 包含先衛主張跟被衛主張 那 這個 審判長也正在處理他各項聲明當中 所以他的聲明並不是很明確 所以本來他這是一個 互條件的行政處分 本來呢 他如果說 條件符合 條件符合的話 我們就要准不准 他就是要來撤銷我們這個行政處分吧 那 那 據大概 當時 大概幾個月前的 我有聽到媒體的報導 旺中他希望以信託 信託他的這個 股權的方式 來達到完全切割 那剛才 主委在報告的時候也講到說 你不評論個案嘛 那 我不問你個案 也就是說 信託 您知道信託的定義嗎 是 法律上所有權 那個 nominal ownership 是移轉的 但是這個 實質上的受益權 那 以及 他的這個信託契約的本質 實質上的 實質上的受益權 仍然有 委託人 享有 那 信託本質呢 也可以用來控制受託人 所以 就這種信託的機制 主委您覺得信託是一個 完全切割 而符合該條件的一個方法嗎 呃 剛才委員 確實很專業的分析了 信託關係呢 是以這個信託契約呢 去替代原來在形式上的所有關係 那更重要就是在 如果是這個 呃 非公益信託裡面 那原信託人還保有這個 原財產之利益 那另外呢 信託契約還可以具體的去規範 有關信託關係的內容 以及他呃 以及信託財產的一個呃 啊 經營管理跟支配的情況 那這種情形呢 是否具體的符合本會所要求的 啊 中天虛與望中事業做啊 完全切割呢 我們要具體個案去檢視 所以 要具體個案去檢視 啊 他的信託契約 有沒有讓他可以 仍然根據信託本質去控制 受託人 那 他的 信託利益呢 信託利益 也就是說他的 啊 Beneficial ownership 他還是享有他的經濟利益啊 這個 受託的股 股份如果有 有所獲益的話 他還是可以獲得這個利益嘛 是 那這樣他是完全缺割嗎 啊 跟我們報告 本會在行政處分上 對於這個完全切割呢 是從股權 啊 這個負責人 跟實質控制三方面去加以界定的 所以呢 啊 所以呢 啊 我們的完全切割的定義呢 必須呢 根據我們的行政處分的內涵呢 逐一個去檢視 那不會為這個信託契約的表層呢 而困擾的 我們會看他實質控制關係 也就是說他的信託契約 即使講到完全由 授權由受託人來經營 他不過問 但是 這個財產的利益啊 他仍然享有 那麼 那麼根據主委的意思 這樣財產的利益 他仍然享有 這符合 啊 這個完全切割的定義 呃 是 跟我們報告就是說 我們完全切割呢 其實在行政處分裡面 定義很清楚的是 股權直接跟間接的擁有跟控制 呃 負責人直接跟間接的控制 以及實質控制 那我們會掌握這三個標準來看待 那指股權的直接跟間接的控制 那個股權的直接跟間接的擁有 那個所謂股權的間接擁有啊 就是這個信託關係的擁有 就是一個類型 我們還是在距離看他實際安排的情況而定 所以就本人的了解而言啊 信託是沒辦法完全達到 達到這個完全切割的 所以只要他用信託的 啊 是不能夠被允許的 也就是條件不合不合制 條件不合制的話 就還沒有開始 啊 生效 該行政處分還沒開始生效 是嗎 謝謝 那麼 第三個問題呢 有關於媒體的併購 尤其是啊 中國投資的台商 啊 回台併購的媒體 啊 是否我們應該 在NCC的審查以外 要跟 其他的銀行的併購一樣 啊 我們通通把它提升到 啊 國安階層的 啊 這個併購 這個 主委您認為 中國呢 對台灣的銀行 中國對台灣的媒體 啊 非常有興趣 那麼中國呢 對台灣的 啊 這一個 啊 報紙 非常有興趣 那麼我們是否應該 對這方面的 併購或是投資呢 提升到 國安階層 呃 跟委員報告就是 因為國家安全 所設的面向盛廣啊 那 本會在主管事務範圍之內呢 所考量的是 在產業之內呢 有沒有形成一個 長期不利益的狀況 那當然在本會組織法第一條裡頭呢 也有提到 要落實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意志 嗯 要維持媒體的專業自主 這都是本會一定會智力努力的方向 那在本會受理的個案 如果有涉及更廣泛的國家安全議題的時候 本會一定會跟相關的機關呢 做橫向的聯繫 要他們表示意見 好 謝謝主委 我們請 啊 孫委員 光平外孫委員 主席你剛才跟我講說 請啊 請孫委員 謝謝 你剛才講說 隨便我執行到我累啊 對不對 你好 好 好 這個孫委員 是 這個 剛才馬英九總統講的那句話 不希望國內的媒體成為一言堂 是 就一中的 這個一傳媒的併過案 你認為馬總統是什麼意思 報告委員 我的解讀呢 是言論多元化呢 其實是普世價值 我想在台灣大部分的人 都承認 也都支持這樣言論多元化 這樣的一個普世價值 那如果說 旺中來併購了這個一傳媒 包括蘋果日報 啊 我們 國內言論還有多元化嗎 這個部分呢 因為公平法呢 其實掌握的是市場競爭的這個部分 並沒有給我們去干預這個言論自由這樣的一個權利 那是不是有多元化 是不是有妨礙這個市場的這個競爭呢 這是我們必須要去證明的這個部分 我跟委員報告啊 我在當學者的時候你就認識我 是 我那時候啊 我上什麼電視啊 上什麼報紙都沒有問題 我最近啊 只有一兩個電視台敢邀請我上去 現在連台灣環屬電視台也開要喊是問題啊 我 認為台灣現在已經面臨一個危機啊 這變成說敢去批評中國的 啊 敢去反對中國的力量 你現在在台灣的媒體的曝光率是非常的低啊 你看現在我來 全部跑光啊 這 不是笑話 這很嚴重 報告委員 我的立場跟您不太一樣 我來公平會之前 電視台也很少請我去上節目了 這個 媒體啊 現在台灣已經沒有 多元的這個環境 我們如果再惡化下去不得了 那第二點 比較具體的 是 也就是說呢 中時呢 只要蘋果日報 這兩個平面報紙呢 加起來四占率百分之四十幾嘛 是根據AC尼爾森他的調查 好 那我現在就是一個比較關鍵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 蔡衍明 跟蔡紹忠 是 他們兩個你們認定是實質上同一人還是兩個人 報告委員這個牽涉個案的這個部分 必須委員會來認定 我個人沒有辦法跟您報告這個事情 好 那麼第二點呢 齁 就 蘋果日報 是 蘋果日報呢齁 齁 蔡紹忠 也就是蔡衍明的兒子呢齁 是 他是投資百分之三十二 三十二 是 所以當你們在認定結合 對市場的 啊 限制競爭的效果的時候 是 是用整個蘋果日報 跟中時的 啊 全部加起來 還是用蘋果日報的 三十二 四戰率 來跟啊 啊 這個中時加起來 我們必須看這個實質 他申報過來以後才來認定 另外一個就是根據這個我們公平交易法第六條啊 呃三十二啊 雖然未達這個未超過三分之一 但是在第六條第一項裡面還是有其他的 有可能他必須要在包含在這個申報裡面 是 那麼 也就是說 不是用百分之三十二來計算他的四戰率而已 我們會有非常多的這個指標 我相信委員也是非常理解這個部分 也就是說他雖然只有三十二 但是他如果對蘋果日報具有控制力的話 那等於是 整個蘋果日報都是他的掌控範圍 是 報告委員這個部分通常我們會有量的分析 也會有值的分析 四戰率是其中的一個指標 但是絕對不會是唯一的指標 是 那你們在講四戰率 蘋果日報的四戰率 這時候你是用蘋果日報的全部四戰率跟中時加起來 還是蘋果日報的四戰率的百分之三十二跟中時加起來 因為這整個是一個案子 所以蔡少宗是這個案子裡面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不會專門針對蔡少宗這個人 所以我們會看整個蘋果日報 那整個蘋果日報到底他有什麼樣的一個影響力 是 只要蘋果日報是受到蔡 所以蔡少宗他們家族的食指影響的話 他就跟中時兩個都要加起來 就要應該活絕他 所以事實上蘋果日報就是一個蘋果日報 不會去看蘋果日報裡面哪一個人佔多少這樣 沒錯 這樣的理解是正確 所以我允許你下去休息 謝謝 謝謝